昨天某委员的言论刷爆网络 说是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说走就走的旅游目的地也是越来越多 于是一众网友过来问粒姐 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 一下还把我也给问懵了 因为在我的认知中没有那么多呀 大概也就二三十个那么多 后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某委员说的150个国家 是针对的公务或者是外交护照 而我们老百姓99%只能拿普通隐私护照 真正能免签的也就二三十个国家 还都是像伊朗 叙利亚 白俄罗斯 这些让你去你也不想去的国家 而我们最好的兄弟俄罗斯和朝鲜 对我们是不免签的 就想问一下这位委员 什么时候普通百姓 也能人手一本公务护照 或者是外交护照呢